2月6号,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踪场星云大师于5号下午在位于高雄的佛光山传灯楼开山聊园祭。 在星云大师的故乡江苏扬州,各界人士追思缅怀这位从扬州走出将善缘种子播撒世界的扬州老乡。 中国新闻社记者了解到,星云大师曾数次回到江苏,用书法结缘书写自己的家国情怀。 在杨州出生,在杨州生活了12年,喝了到南京,其他人也做了12年,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这两个12年合的人生,都在世界高地飘,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心里的家国情怀。 据悉,2010年,星云大师慷慨捐资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驻建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 2月6号,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早在1989年,他有缘邀请星云大师做了一场题为《禅与人生》的讲座,使人深受启发,回味无穷。 八九年认识以后,我们是三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星云大师他有很多讲解啊,讲演啊,著作啊,文章啊,说的很多故事,角度不同, 但背后都体现一种智慧,有一种很通俗的小故事。 而这种故事背后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跟人家很受用。 星云大师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2008年,星云大师在扬州捐建的建征图书馆开馆, 涉于馆内的扬州讲坛也于同期正式开讲。 多年来,扬州讲坛邀请各方名家前来义务开讲。 星云大师也曾多次回乡并登临扬州讲坛。 扬州是星云大师的家乡,他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乡, 他为扬州真正的建征图书馆讲述他自如何宣传家乡的往事。 扬州文化学者顾丰向中国新闻社记者回忆时说, 星云大师难忘顾相情。 星云大师80岁的生育,我写的字作为义务把送给他的。 他的一颗扬州画面,我们听起来都很亲切, 也有非常深的相情。 顾丰说,2015年,星云大师来到扬州建征图书馆, 连续开了三天的讲座,受到扬州各界人士的欢迎。 星云大师于1927年出生在扬州江都, 他曾在一场媒体见面会上申请讲述对家乡思念的场景。 现场,星云大师还迎送古诗《易扬州》中描写扬州的家具, 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无赖是扬州。